大家千万不要忘了长按点赞键三秒 会有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 你会看到三个圆圈圈 不要忘了长按三秒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是个我使用iPad学习英语四个多月的经验分享 重点呢是在这个英语学科 我今天真的是把我知道的都说了 我真的都招了 但是我先说一句我可不是大神啊 如果你知道更好的方法呢 你可以在弹幕跟评论里告诉我一下 大家一起进步嘛对吧 先介绍一下我的设备的基本情况 是iPad Pro 2018君一支 大小是12.9寸没有贴膜 还有整天和他粘在一起的 他的好机友iPad Pencil二代君 没有带笔套 今天呢我会从读和写两个部分来着重介绍 iPad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 首先呢是英文里面读的这一部分 用到呢是笔记软件GoodNotes 这里我说一下很多人纠结说 到底我是用GoodNotes还是用Notability 然后纠结了N天还没定下来用哪个 我说句实话我个人一点也不在乎用哪个 这两个对于我来说真没差那么多 我需要的只是赶紧干活就完了 赶紧就这么滑了 然后就继承了 大家想想这个道理啊 就是不是你用了其中的某一个 你的学习就有质的变化了 你要搞清楚这些东西都是辅助你的 学习才是核心 阅读这里呢我比较多的会在外网看文章 然后呢做笔记进行精读 操作呢也非常简单 打开这个Safari浏览器 然后呢输入你想要读的这个新闻的网址 接下来呢GoodNotes这样分屏拖上来 这样呢就可以在这边分屏的记笔记了 是不是操作非常方便呢 那么相比于纸笔做精读笔记 iPad的优势就在于 很多的句子你不用再重新抄一遍了 尤其是现在升级iPadOS之后 复制不用拖动两头 现在呢你只需要这样从左拖到右 比如说我要这句话 然后呢直接把它给这样扔到右边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帅呢 然后调整一下大小 原来的时候我用纸笔记笔记 很头疼的问题 就是说看到那种大长句吧 你不抄下来又不行 因为人家真的写的很好 然后呢你就坑直坑直的抄 现在这方面的效率的确高了不少 电子笔记呢也不怕记错了 可以写的很整齐 笔记不够地方 或者是顺序有问题的话 也能轻松的更改 那我觉得我记精读笔记 的确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主要就是记日期 这个主要是方便后续复习呢 制造时间 另外呢还有标题 能够提示你文章内容的 然后底下竖着写语言点 加上某些重点的地方 给它画成高亮 然后呢还可以在旁边写上它的同一词 或者你自己想加的任何的皮组都可以 那么在阅读的时候呢 难免会碰到一些生词 在查词典这一部分呢 iPad也是比传统的纸质笔记 要方便得多 首先呢对于一般性的词 可能你只是想知道它的中文 或者是一个英文的示意 点到为止 那么我就用系统自大的词典 就完全够了 比如说这个词 长按 然后查询 然后呢我就会挑选一些近义词 然后写在笔记里面 并且在这儿你还可以编辑词典 就是添加你想添加的词典进去 然而对于另一些词呢 我需要深入知道它的意思 那么我就要借助更专业词典的帮助 那我就可以开一个词典的网页版 比如说我最常用的就是尾氏词典 最关键的是呢 当我觉得一个词的几个意思 都很有记下来后续复习的价值的话 原来我只能抄下来 现在我截图或者复制就可以了 实测起来呢 精度的效率确实比做纸质笔记的时候提高了不少 因为呢我也经常被问说 到底在看什么外网的新闻 所以呢我会把一些网站汇总写在置顶评论里面 那如果你好续想查询某个词用法的说 这个goodness它也可以直接查询到 比如说我们查询一个之前我们在视频里讲过的crime这个词 然后你就可以搜索cram 然后你看它就会自动给你定位到 大家看到就在这里这句话 另外阅读这部分呢 我还会使用一个应用叫做busu 中文呢是博数 之前我也在我的视频里面出现过几次 那它呢比较大特点是 它是一个多语言的这种学习应用 其中呢在英语这一部分 它有一些外刊 比如说这个thecolumnist 里面的文章呢 截取的都是比较短效精炼的 读起来呢花不了多长时间 而且我觉得它最好的是 它看完之后会有给你检测的题目 比如说这篇我看的关于电子烟的文章 它后面的题目呢 类型就包括了比如说文章大一啊 细节填空啊 同一替换啊等等 那它最后呢还会有一道口语的题目 或者写作的题目 然后呢你把你这个上传了 就会有母语国家的人来给你改 比如特别有意思啊 给你们看那天就有一个美国小哥 然后呢来给我改我的这个音频 然后另外呢我当做休闲 我也听一下它讲这中文 你们听一下特逗 我有一双绿色的眼睛 仿佛听到了自己初学英文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说了一句啊很棒 你就商业胡夸呗 所以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缘分的话 也许大家在上面发这个英文 嗯还有可能是我改的 然后另外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 它这里面有一些语法的讲解 而且不是那种特别死板的 它是从例子中切入这个语法的 然后比如说你们看 我那天看到这个定语从句这部分 它就让你自己去探索 然后再到深化 然后再到应用 不是那种简单的单纯的语法概念的这种罗列吧 所以它整体课程 我觉得比较偏重于这种实用性 然后以及这个语言的这种情景吧 干货还是挺多的 那再说回这个笔记啊 除了左右分屏这种记笔记的方法 还有一种思路 我呢用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估计有习惯这么用的 就直接在文章里面做笔记 不用再单开一个笔记文档了 那这个呢用iPad也特别的方便 你在这个Sephari的一个浏览器里面 可以选择呢 分享到这个Goodnose里面 就是用Goodnose打开 然后呢直接在文章上面勾画呀 或者加批注都可以 不过呢我本人用的比较少 就是总感觉不是特别习惯 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自学精读 感觉比较吃力 可能呢需要有讲解的那种资料 我推荐一个公众号叫Learn Record 是我经常看的 这个呢不是推广啊 里面每天都有这种外刊的讲解 还有听力什么的 方便你呢自学能力不足的时候 抓住重点 就是有人来给你讲 所以呢我在这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公众号 包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 Busso的这个外刊的阅读 都是因为他们能把这个东西 给你讲得特别的透彻 之前那个Busso也是 它里面那些语发点的讲解啊 包括文章的这种分析啊 其实都特别的好 能够帮助你的快速理解这个文章 关于这种公众号或者微博吧 我强烈建议大家真的就加个两三个 就撑死就足够了 贪多其实也嚼不烂 你一天能学头一两篇就很不错了 那在这呢我补充两个好用的应用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做具体介绍了 分别是这个XMind跟这个MarginNote3 XMind它是思维导图的应用 MarginNote3它比较适合看那种 电子版的教材的同学 因为它是这种pdf浏览应用的这种升级版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教材中提取这个关键信息 然后呢生成这种内容的体系 理清教材当中它这个逻辑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听力这部分呢 首先呢就是我强推的 就是听力听写的这个应用 阿波波 这是我用过最方便的听力听写的这个应用了 使用的也非常简单 大家呢往下拉到这个小组分类这一块 比如说假如说托福吧 然后比如说选择一个你想听的 然后点这个申请加入这个小组 然后呢再点击你想听这个材料 下载就可以了 然后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点击左上角 然后点这个单句听写 那么我一般呢会配合一个键盘 这样打字可以快一点 它呢就是已经帮你一句一句这样断好了 所以你不用再手动往回拖这个进度条 听不明白你可以反复听一句 那听完之后呢 它还会帮你统计出这个正确率 非常的实用 我也给我的学生就一直推荐这个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有 它有个别地方的答案 其实不是特别的准 但是呢不多 整体来看的还是非常推荐的 另外呢听力这部分 我还会通过看英文视频来学习 如果你不方便翻到油管的话呢 B站就是最大的资源 搬运的你看都看不完 输入你喜欢油管博主的名字 或者直接订阅YouTube的标签的话 会有大量搬运的这个视频 很多还帮你已经加好字幕了 真是学习英语的利器 因为在视频中呢 你能学到更生活化 并且英语母语者真正会说的这个语言 那么呢操作起来有两种方法 一种的是在iPad里面分屏笔记软件 跟这个Safari 然后呢打开B站看这个视频 然后如果碰到你想要记的呢 你可以就记在右边的这个笔记里面 那么因为我比较喜欢看大一点的屏幕 所以我习惯的是在电脑上打开视频 然后呢用iPad来记笔记 那这里呢你也许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样的话不就和用纸笔记一样了吗 那在具体实践中 我发现了几个比纸笔记录更方便的地方 就是没用iPad之前 有一次我看一个视频 那么里面出现了一个词 它是一个浴缸的某一种款式 然后当时我就想 如果能把这个图画下来的话 就能更直观的记住跟理解它的意思了 还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 单纯我只记一句话的话 没有这个上下文回看的时候 我经常会丢失一些信息 导致就是自己不知道 当时写的是什么意思了 然后后来我用iPad之后呢 我就会截图截屏 然后呢用AirDrop 就是这个隔空投送 传到这个笔记里面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便捷的传送方式啊 这样呢我一看图 然后再看文字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另外呢对于比如说 你看这种视频教程的话 电子笔记也非常方便 因为如果我直接截图下来的话呢 我就不用再去抄这些笔记了 可能有的人可能喜欢抄 但是我真是不喜欢抄东西 我更喜欢去理解它 然后比如说你把它截图下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 自己这样添加一些笔记了 然后比如说你们看这块也是 就是他讲的这几个 我就不用再去抄一遍了 听力跟视频这部分呢 我也会去博数里面看 它有英语翻译里面呢 有一个The New York Times 然后这里面呢都是这个视频类的 然后呢这个也是在你看完视频之后 它后面有习题 我觉得这点挺好的 就是不是让你那种随便糊弄 瞎点两下 然后玩玩的过去那种应用 就是检测一下 你又没有真的理解了 另外呢我还正在学它的这个日语课 日语我觉得之前 我更多的学的是语法 我觉得在应用啊 还有词汇这方面 都跟实际生活有点脱节 所以我正好用这个课程来弥补一下 这方面的不足 好然后这个呢 就是大概我平时会用这个 iPad在英语这部分 来学习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还有些画图像这个Procreate 等等等等的功能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自己去开发 然后呢自己去使用 我今天呢只是在英语这方面 给大家说的多一些 好今天呢我真的是把能说的都说了 然后看在分享这么多的份上 大家呢千万不要忘了 点赞投币收藏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吧 拜拜下次再见 首先呢 另外呢 另外呢 同一词 另外呢 这样 比如说 另外呢 比如说这里 另外呢 同一词 或者是 另外呢 像这样 然后呢 还可以在 然后呢 还可以在 然后呢 还可以在 然后呢 还可以 然后呢 还可以在同一词 然后呢 还可以在上面寫 然后呢 还可以在姐写 然后呢 还可以在旁边 写上他的同一词 或者你自己想加的 任何的皮主都可以 我更希望 我更希望的是 我更希望的是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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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希望的是 我更希望的是他们在 我更希望的是他们在听完 我更希望的是他们给我 我更希望的是 然后他 然后他在 然后他在后面呢也是 然后呢他也是 然后他在后面 然后呢他也是 然后他呢也是 天哪 啊啊